今天我們就帶大家來看看我的朋友傅哥 他有一個子女 我五六年前在傅哥那個地方看到他的時候 他才剛18歲而已 那經過了五六年 想不到這一家台客站現在是由他來經營 要抱抱嗎 來 易亞 進來這邊 他也是你兄弟的他們家子的小孩 就他們的家人 這我小孩 這我兒子 你啦 真的喔 這我兒子 這我兒子 歡迎收看超班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我有一個很要好的兄弟叫富蘭克 他長期都在珠海 那我每次過去珠海的時候都會找他玩 就像前兩個禮拜吧 我去珠海七天六夜 幾乎天天都在他們家 然後我跟他們家人也非常好 那我知道他的家人呢 在台中的成功裡從事餐飲業 做這個國民美食 像台灣的滷肉飯啊 雞肉飯啊 他叫台客站 他有一個子女 我五六年前在富哥那個地方看到他的時候 他才剛十八歲而已 那經過了五六年 想不到這家台客站現在是由他來經營 所以你對他的印象是什麼 就一個小女孩啊 年輕愛玩 每天都夜店 然後喜歡那種韓系的男生 其實那時候他的穿著打扮 你說女生十七八歲身材是最漂亮的時候 我想說這個以後應該是去當明星啊 往演藝圈發展 結果五年後六年後不見 結果他是在賣台客站 所以今天我們就帶大家來看看 我的朋友富哥家人 然後一個小女孩二十幾歲而已 怎麼經營一家餐廳 超白 超哥好久不見 哈囉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五年沒有見到了 對 而且那時候 Uncle覺得你應該 會往比較光鮮亮麗的行業 那你願意經營這個餐廳 其實也 我覺得不容易啦 反差比較大 介紹滷肉飯 蠻違和的 蠻違和的喔 對啊 好 那我們坐下來慢慢聊 好不好 要抱抱嗎 來 藝啊 進來這邊 你弟叫什麼名字 超哥 超哥 不是啦 你叫什麼名字 鳳梅 浩浩 浩浩 嗨 超派 超派 他也是你兄弟的 他們家子的小孩 就他們的家人 你的哥哥的小孩 我小孩 我兒子 你啦 真的 真的喔 所以你 這是你兒子 這是我兒子 三歲了 這我兒子 這我兒子 你 你現在還沒跑 因為我剛剛還沒有跟著 我以為他是他哥 他叫我 他叫阿公 對 因為 不拍了 阿公 我女兒這十幾歲 你去給我做阿公 你剛說你這五年經歷了什麼 結婚 離婚 生生懷 發生的時候就離掉了 我就替代他了 因為 哇 超哥 你的表情 他叫我阿公 阿公 阿公 超哥 這整好多 我們先吃東西好了 待會再來聊 好 這 我的心情需要平復 突然多了一個 停孫 你的手錶好帥 好 我的手錶好帥 沒關係 可以摸 好帥嗎 好帥嗎 有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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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識貌 Tina 來 告訴我 這些年你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雞爐 這是我們家的招牌 然後酸菜也很多人喜歡 這是 我爸爸的阿公阿嬤傳下來 所以是我的阿祖 本來是你爸爸在做 對 那為什麼會變成你來接 就我離婚之後 我有跟他說 就是 一切就是重新開始 我就從娘家 先搬回來娘家 然後 他就跟我討論 先從餐飲開始做 要帶小孩啊 時間也比較彈性 所以我就在家裡面 然後後來 欸 做得還不錯 所以他就蠻放心的這樣 雞爐飯 我想沒有台灣人不喜歡的 滷肉飯 雞肉飯 都是台灣最傳統的美食 但是有時候 總不可能兩碗都吃吧 所以他就是把它mix在一起 都想吃的時候 對 對 都想吃的時候就是雞爐飯 然後我們的是用飯肥瘦的 很多女生會害怕吃滷肉飯 所以我們家接受度就很高 他吃起來不會很膩 雞肉 滷肉 還有他的那個 滷肉汁 mix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入口的感覺 好 然後 他的酸菜 帶一點甜甜的 然後一點點酸酸的 很解膩 我覺得你這碗雞爐飯不錯 而且他們的配菜其實滿特別的 嗯 這兩碗 這兩碗雞爐飯 這個是多利 然後這是打拋豬 因為我們的廚師是從瓦城過來的 他是第一代廚師 我跟你講雞爐先吃半碗 然後後面來吃打拋豬 很爽 真的爽 真的好吃 他的肉塊超級無敵大塊 吃起來口感很紮實 你要經營這這麼傳統的店 感覺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剛回家那段日子比較辛苦一點 那早上的話我們是八點半就要上班 我們要先備料 然後要先整理環境 然後大概九點多十點 就要開始接電話 有訂單進來 然後要開始做便當 用完之後十一點 客人就開始多了 就是用餐的尖峰時段 有內用有外帶 然後又有接外送的 然後忙完之後大概到兩點空班 休息的時候 員工可以去那個 員工去也是睡覺 可是這時候我們要來清潔環境 因為員工的休息時間 就是兩點到四點兩個小時而已 也不可能叫他們留下來繼續收 所以這種收拾的工作 也是我們撿起來自己做 那忙到完 都大概九點半接小孩 所以小朋友基本上就是七點半送去 然後到九點才會見面這樣 其實他每天的工時 至少都在十二小時 甚至長達十五六個小時 而且為了讓員工休息啊 多的事情啊 要自己做啊 都是老闆自己來做啊 因為我爸爸有跟我講 他說因為你是自己家裡面的人 你是老闆的女兒 員工會放大檢視你的行為 你上班有沒有遲到 你有沒有早退 你有沒有在認真做事情 你有沒有做事情很馬虎 如果你今天連最基本的掃廁所擦桌子 你都做不好 你不可能跟員工講說你哪裡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講的很有道理 就是我什麼事情都要做 我什麼都得學 在管理上面也是要下很大的功課跟功夫 因為我年紀輕嘛 所以我要去學要怎麼樣跟比較資深的廚師啊 然後阿姨去講話去溝通 那我們想請問Tina 人生都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嘛 那你在上一個階段 你選擇回家幫忙 然後經營這個台客站 做這些台式的料理 平均而論我覺得你這幾個菜都還不錯 聽完以後會不會 因為大家很喜歡Tina 然後他馬上找到第二村了 其實我對怎麼做雞爐飯還滿有興趣的 我也可以學一下 你說妳搬來台中 直接進來廚房 那妳對將來妳有什麼規劃嗎 就是目前店裡面都已經滿穩定的 所以我待在店裡的時間 就不用像之前一樣這麼久 那小朋友也開始在長大 我就有規劃我自己其他的事業 你這時候你就可以去外面拼你想要的東西 因為畢竟他才25歲而已 而且他們的客戶其實也滿多的喔 廖老大也是會跟他們叫的 對 這是附近便當啊 然後像這附近Posh他們的板金廠也都會叫 打電話來我們就知道 你今天要120、130大概這個量 我靠120、130喔 對 一次都100多高 那就直接把他們載過去這樣 我們有專門的便當的配送車 你們一個中餐要出多少個便當啊 最多的時候 800 800顆便當 就等於我們要提早 我們可能原本7點 那我們就6點半就要上來 人手不夠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扶Panda 我也下去送 妳聽Tina講就知道 她是真的有做 有做過 有用心下去做 有用心下去做 她都清清楚楚 對 妳在今天看到她跟你 那時候應該 完全不一樣啊 對啦 完全不一樣 特別知道她是 多了一個媽媽的身分以後 其實我就明白這個女孩 在這幾年一定也吃得滿多苦啦 她要獨立撫養她 其實這個心境 還有這個所經歷過的過程 跟調適 我覺得 Tina這幾年 對啊 也辛苦了 我愛小孩啊 我願意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我也覺得 我把小孩子帶得滿好的 只是我是樂在其中的 我不會用道德綁架說 你看媽媽過得這麼辛苦 然後還有拉拔妳長大 我沒有 妳快樂我也很快樂 可是我有妳 我很開心 妳看我的人生 尤其有妳然後變得很 就是又更成長這樣 阿公應該也滿欣慰的 阿公 所以我現在已經變超公人生了 超好笑 講到李琴甲 來 我後面這一位 聖婷 妳知道她怎麼來的嗎 現在我的助理 妳現在的特助嘛 對 我現在的特助 我看到妳在那個 拍張話西周老家的影片 然後看到 怎麼那個影片 怎麼在我奶奶家隔壁這樣 那個超哥有跟一個伯母打招呼 然後想說 那個不是我要叫金伯嗎 然後就是算一算 原來超哥是我 我要叫叔叔這樣 發現怎麼妳的老家 跟他的老家是同一個 沒錯 重點是他私訊我的時候 其實他非常有禮貌 他寫的那一段文 第一個 應對進退 有理有據 非常有禮貌 然後也把他想跟隨我的目標 然後也講清楚 他是一直用他的誠心跟耐心 還有他的文字的深度 然後來感動我 然後最後面再付一個 DNA證明 什麼 最後給她一些祝福 妳在妳很年輕很年輕的時候 當妳還是個小女孩 我就看著妳長大 但是我相信在這五年裡面 妳經歷了人生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從一個女孩變一個媽媽 剛剛聽妳講這一段話 包含對妳對浩浩的期許 就是妳對自己的規劃 我覺得其實都很好 妳能講出這段話 代表妳是一個很成熟的女生 妳用這樣的心態 妳會得到很多 而且妳會有更多的貴人 出現在妳生命當中 比如說小夫 對 比如超哥 超哥是超哥 對超哥 這真的太有魅力了 對 很有魅力了 又漂亮又成熟 謝謝 我覺得妳心態很好 謝謝 那妳就繼續加油 好不好 好 謝謝 驚嚇 驚嚇的一集 這一集 驚嚇指度百分之百 好 加油 謝謝 謝謝 希望妳將來可以更好 把浩浩也照顧好 好 把妳自己照顧好了好不好 會 我以為是她哥哥還是 就店裡面的小朋友你知道嗎 然後Tina說不是 這是我兒子 我我我我嚇死了 後來她說 浩浩要叫我阿公 超俗工啊 對啊 超俗工啊 靠腰我變這工啊 我等妳拜好了 沒問題 沒問題 OK 超拜 超拜